轿车在永福桥上摇摇晃晃 车身不断往左偏连刹车都没刹车 一面高速撞上一对恩爱的清洁工老夫妇 害得对方追求惨死 肇事大学生的妈妈来到警局 无法接受自己的小孩闯下大祸 妈妈你还好吗 你可不可以让我安静一下 我很不舒服 因为儿子发生这样子的事情 真的很心急对不对 为什么会逆上啊 是疲劳驾驶吗 肇事驾驶就是他 21岁的洪于轩 开车开到大瞌睡住下大错 得知撞死人在警局崩溃痛哭 巧的是他跟被撞丧命的老先生一样 都是3月25号生日 在脸书上一张又一张自拍 看来非常有自信 就读文化大三的富家子洪于轩 家境富裕 还常剖照片炫耀 开爸爸的BMW名车出取玩 而他的爸爸就是知名酒商 红跟书 经营酒商有成树立专业形象 红跟书想都没想到 儿子竟然开着他公司的车 跟朋友玩整晚玩太累 导致精神不济开车撞死人 不过做父亲的再怎么自责 两条命的悲剧却是这辈子对两个家庭无法莫名的伤害 记者综合报道